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个观点 御宗里的观点 谁只是表法 设置上是最上之法 传授给你 这叫观点 顶是最高的 至高无上代表法 顶法 观是传授给你 那我们就知道 这一部《大臣无量寿经》 是大臣里面的顶法 至高无上 连华言发华 最后都归无量寿 设大愿望 倒归基罗 发华经里面 最后也是到西方基罗时期 亲近阿弥陀佛 我们晓得 甘露顶法 就是比喻这一部《无量寿经》 那么《无量寿经》 我们用真诚心 恭敬心 从头到尾念一遍 那就是阿弥陀佛 设防一切诸佛如来 以治水灌顶一次 你一天念一遍 就接受一次灌顶 早晚过年一遍 你早晚都接受诸佛如来的灌顶 这是真灌顶 这不是形式 这是实质 我们不能不知道 我们不是接受上司灌顶 活佛灌顶 我们是接受阿弥陀佛 设防如来 一定要珍惜这个音乐 别错过了 如果是自己的体力衰和这年岁大了 无量寿经太长 不能完全读读 那就用我们尽忠 周末寇松的办法 你早晨就念第六品 四十八月 晚阔念三十二到三十七品 也是弥陀祝佛给你观点 也可以用小本阿弥陀经来代替 早晨念一遍 晚上念一遍 都是如来提你观点 你自己不知道啊 临命中时佛来介意你往生 你自己都不知道你那个佛报从哪来的 每一天接受祝福观点 佛知道你不知道 那么你今天明白了 你就知道了 一定要珍惜 一定不能困固 送进 念佛 礼佛 那是我们的日常功夫 一定要每一天坚持 不能简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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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